老师 赶快跟大家预告一下 下周各生肖的整体运势啦 这很重要喔 对 我们来看一下 12月23号到12月29号 12生肖的周运势如何 先来看第一组 生肖属猪属兔属羊的朋友 这个礼拜运势有 只有一颗心而已喔 要注意什么事情呢 要特别注意呢 这一拜口舌的芬朗 会让你感觉艰辛冷浪 就是说这一半 你一定要行事要很低调 重点是不要管别人闲事 尤其你觉得 认为对的事情 但有时候在你看来 在别人看来 可能是一件错的事情 所以你一定要记得 自己管好 然后做好事情就可以了 低调一点就可以度过难关了 来看一下生肖属虎 属马属狗的朋友呢 这个礼拜已路有上榜了 有 恭喜你有三颗心 好耶 老公呢 会持续带女儿去公务员 要玩啦 桃花上扬 对 盛心如愿 代表就是说呢 这个礼拜呢 其实你家庭和乐很圆满 是 然后桃花运呢 人缘啊感情运势都非常的好 会让你感觉呢 哇如沐春风 而且呢得贵人帮忙 恭喜你了 谢谢 好来看一下呢 生肖属蛇 属蛇 属鸡还有属牛的朋友呢 这个礼拜运势呢 有四颗心 好 恭喜咯 运势哪方面好处呢 就是 古破瓶颈 职场顺遂哦 代表说年底要到了哦 其实很多的事情会变得很繁杂 但是呢 这样的生肖组合呢 就是观观难过 观观过 会让你在职场上呢 更加的如意 只要有信心 相信你可以更上一层楼 而且呢 奖金也会很丰富哦 来看一下呢 生肖属猴老鼠还有龙的朋友 我们宝山属老鼠嘛 恭喜你有五颗星啊 哇 这么好 对 爱妻达人 然后爱女人魔能 就是 财运恒通得财顺利 哇 代表说这一半呢 你的工作赚钱的机遇呢 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呢还有投资的好运气 所以要多多的把握一下哦 耶 好来看一下加码的部分呢 桃花最多 我们生肖属 属的朋友 哇 还有我们事业最好 生肖属的朋友 哇 还有财运最旺生肖属的朋友 谢谢你哦